再来关心失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找工作真的不好找 那么金建惠现在提出新的中长期就业方案 打算说尽量把所谓的3K 也就是艰苦又肮脏又危险的工作 以及三班24小时的轮班的工作能够减少 那么彻外劳来多多的雇用本地劳工 希望能够增加至少5万5千个工作机会 但是很多的企业主跟本国雇主他们怎么想呢 我们来关心 柴水泥搬运板磨钢筋 这类带着艰苦肮脏甚至危险性的3K工作 现在通通有人抢着做 两天工作完这就没工作 就没工作完就对了 就一两天都没有了 两三天都没有了 怎么办 没有房子没有住宅要怎么联络 就没有办法 洪伯伯61岁是零时工 平日是街头游民 每个月不一定有收入 即使有一部超过8千块 每个月通通都得来这里报道 2号 2号 会来 号码牌又戳到她 黄小姐38岁 交到台湾超过10年的大陆配偶 做过面摊清洁对零时工 现在又将近半年没有工作 辛苦的我也愿意做 辛苦的 清洁打扫 你愿意 我愿意啊 我也很喜欢做家事 人民已经在挨饿 在痛苦的当中 那你们还是只有为自己的利益 依照现行规划 以前大家都不想做的3K工作 外劳比例约在15%到20不等 现在政府打算配额空下来留给本国劳工作 计划提拨每年68亿的中长期促进就业方案 要求企业财外劳 雇本劳 从美国98年到101年 每年预计可增加5万5千个就业机会 4年内就可以增加22万个 现在职讯机构也在强化进行22万人次的职业训练 直播究竟要如何让习惯雇佣成本低较天化的外劳的企业 或本国雇主 开始配合雇佣配合度低成本高的本国劳工 就要看政府配套怎么做 中天新闻杨静明张志威 台报道 中天新闻权